嗨,欢迎收听故事发射台 准备好和陶喜老师一起展开冒险了吗? 屁里扒拉碰,碰,屁里扒拉碰 故事发射咯 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故事发射台 我是陶子老师 各位台粉们,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听故事发射台呀? 是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听? 还是午休,学校老师会放给你们听? 还是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在爸爸妈妈的车上听? 还是晚上,要睡觉前的时候听呢? 还是你们有其他的时间听?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正在听故事发射台的时候 隔壁的邻居正在干嘛呢? 他们也正在听故事发射台吗? 还是他们有可能在洗澡? 还是有可能正在吃饭? 有可能正在走路? 有可能正在看卡通? 有可能正在挖鼻屎? 有可能正在写作业? 嗯,不知道对不对? 嗯,今天啊,陶子老师要说的这个故事呢 是一位叫做《长谷川义史阿公》的作品 翻译成中文的人呢,是林真美老师 故事啊,在说一个小男孩 他正在家里吃拉面 他吃拉面 一口的瞬间,其他人正在做什么呢? 欢迎大家可以先去借这本书 或是你家里有的话 可以一边听一边看哦 你会看见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小孩的生活哟 那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吧 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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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噼 故事发射咯 我吃拉面的时候 我吃拉面的时候 就是这个瞬间哦 隔壁的花斑猫正在打哈欠 隔壁的花斑猫正在打哈欠的时候 隔壁的小米正在按遥控器 隔壁的小米正在按遥控器时 隔壁的隔壁的阿太正在冲马桶水 隔壁的隔壁的阿太在冲水时 阿太家隔壁的小悠在拉小提琴 阿太家隔壁的小悠在拉小提琴时 小悠家隔壁村的男孩正在挥棒 小悠家隔壁村的男孩正在挥棒时 男孩隔壁村的隔壁村的女孩在打蛋 男孩隔壁村的隔壁村的女孩在打蛋时 隔壁国家的男孩在骑脚踏车 你们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国家的环境 好像跟我们长得不太一样 隔壁国家的男孩在骑脚踏车时 隔壁国家的隔壁国家的小女孩在背小宝宝 诶 她生活的环境是不是跟你们也不太一样呢 隔壁国家的隔壁国家的小女孩在背小宝宝时 小女孩隔壁国家的女孩正在打水 小女孩隔壁国家的女孩在打水时 隔壁国家的隔壁国家的男孩在拉一头牛 隔壁国家的隔壁国家的男孩在拉一头牛时 更远的一个国家的女孩在卖面包 更远的一个国家的女生在卖面包时 远在山上的一个国家的男孩倒了下来 风吹着 风吹着 就在这个时候 风又吹了过来 吹在正在吃拉面男孩的脸上 故事说完了 小男孩 的这一瞬间 我们看见了好多不同的小孩正在做什么 对不对 你们去过世界上哪些国家呢 你们觉得这些小孩 他们正在干嘛呢 他们跟你一样 可以去上学 可以玩手机 可以听故事发射台 还是他们必须帮忙工作 煮饭 或是照顾弟弟妹妹呢 故事最后 那只花斑猫啊 坐在窗户前 看向外面的天空 天空的颜色 就是那位 倒了下去的男孩 的那一片天空哦 你们觉得 为什么猫猫看得见那一片天空啊 可以和爸爸妈妈讨论看看哦 OK 最后不要忘记 到故事发射台的 频道 粉专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拜拜 拜拜